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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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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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没有理由的 不是突然出现的 这当然是政治因素 但政治因素在他来说是最大的 另外一个 你现在灵资讯强硬地输入中国劳工在香港 我不是说如果不够劳工不需要做 不是 但不是这样做 不是这样做 大家 现在你是不是觉得好像 不是吧 你车那些工人来香港 接着放工车回去 那些不是监犯来的 对不对 但是监犯来抢了你香港的饭碗 能够不够到中国怎么够 失业人数以亿计 你真的来20万 都不会够到 但比没有好 对不对 那么中介可以赚钱 所以问题是他做这一件事 第一你够不到中国 第二你害死香港 这个质量一定下降 今天B女来 明天可能不是B女 有什么那么奇怪 他明晚回到国内 你找阿娟吧 阿娟是什么人来的 我不认识他 你用他吧 哪有人这样用劳工 他现在就是用这个方法 是的 所以就说所有东西都放宽 我现在保证他 是会开车的 你不知道的 是吧 B女可能做了三天 做过 就是做过酒楼侍应的 现在换了阿娟 我不懂阿娟 我怎么知道行不行 你用他吧 就是这样 你出这么多粮给他 但是你不用出粮给他的 出粮给我就可以了 我在国内会给钱他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 喂 请劳工会请到这样的呢 是吧 我们这些人进去才说 这些没得搞 现在这次是分开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政治上 他很害怕你香港这些文化 影响到他们 现在内地他一个人都害怕 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现在这么动荡 就是内地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有少少人搞事 就可以搞到过万人搞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经济真的差 但是对香港来说不是好事 就是你不要以为说 有些 就是有劳工 有劳工进来了 香港有救 因为这个问题 你的质素完全不同 你香港的质素其实已经下降了 你现在再下降的话 不要说外国 你自己也接受不了 不是跟你说笑 就是你如果内地那些 天津碧园的品质 你能否接受到 现在很多我们看到是什么 现在看到就是 地下烈了 把沙泥放进去 把沙泥放进去 一旦都可以 有些在内地 我听过 那一层烂尾楼 是危楼 层楼都已经供完 都还是要租楼住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未能给你一个业权 但是你可不可以 就是可不可以不供 就是不供楼 因为为什么 不供你变老赖 那哪里可以搞 没得搞 所以其实 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 是供着供着团伙在里面 他只是等一个爆发点 所以现在他这么害怕 就是这样 就是你想想 为什么 江泽民的时代不害怕 2005年的时候 来吧 你就自由行 因为几十万人 他都不害怕 为什么现在来两万人 就害怕得这么严重呢 原因就是在这里 是吧 大家现在看看 那些穷游团没有了 那些穷游团 那些是什么人来的 那些全部是老党员 他确定你不可以洗脑 他们的脑已经洗得干干净净 好了 但是现在下来的 那些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的 三十多四十岁都有 他怎么知道你会不会 改变到他 是吧 所以你看到这么害怕 就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进去再说 你看到港股 就是吹了 我们将人民币由7.17 扔回到7.15 那升四百几点 你看整个世界是没有反应的 香港的人都没有反应 那我们的钻石狗 就上回到156% 那美银因为未开始 那我们的组合 就维持到77% 那么首先说了一个题外话先 那我就听到不少的网上的YouTuber 那就说喂 连这个苹果的iTune 都退了台了 那就很多的 原荣光的版本 在iTune已经没有了 那我告诉你 就是他一定会打去 就是空这个iTune 坦白说一句 你问我苹果未必 其实苹果未必会理 其实苹果未必会理 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就是他不会在乎这件事 你想想 坦白说一句 你和苹果斗更加糟 其实你和苹果斗 或者和Android斗 你都很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锁你的电话 立即变了一部相机 可以的 如果苹果和Android 他一锁你的电话 根据你的地区的话 你全部变了一部相机 你最大事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最大事的 就是连替代产品都没有 不是差点是没有 你根本没有第二个 Operating System可以使用 不是差点是没有 即是苹果和Android 即是Google 同一时间锁了你 香港和中国的软件的话 手机 你只得到手机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说苹果怕不怕你 绝对不会怕你 当然有很多YouTuber 就说 惨了 连iTune都被他控制了 那么袁荣江的创作团队 就说 在处理和串流平台 无关的技术问题 所以有些东西就要下架 或者是无法播放 好了 那会不会是留的 会不会真的被共产党 或者被律政司 含着呢 这个创作团队 也正式出来澄清 因为技术问题 这个我们相信他 有些人说 如果你在iTune 可以买到的话 会不会暴露了这个创作团队呢 我相信他们都知道 因为一般他们都很有电脑的 knowledge 这个创作团队 我相信已经不在香港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就是说经过了这么久呢 其实我相信这班创作团队呢 已经不在香港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那么敏感 就是等待7月21号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大家都看到 为了怕影响内地人 输入外奴之前 刚好 输入外奴之前 我相信他就是7月20多号 这样就要消灭了你的手怨鸣纲 同一时间 这是政治问题 为何我先放在政治问题上呢 因为在共产党来说 政治问题先行 民生问题先行后 接着是零咨询 这个苏玉涵 曾经说有咨询 有啊 我们有咨询 一会看看他咨询是什么 输入中国劳工 为何我会说强硬输入中国劳工呢 因为真正正常的输入劳工 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以前在国内 曾经做过招聘 也都请过内地人来香港 真正输入劳工 不是这样做的 稍后跟大家说 坦白说一句 你不单止救不到中国 怎样救呢 你现在说两万 输入两万 我当你二十万 你救到吗 没可能救到 每年的大学生 只是大学生 都基本上全数失业 过千万人 二十万都救不到 只有一个百分之 但同时你害死了香港 因为香港整个制度廢了 以及整个服务的水平 会廢了武功 连香港人都要走 不要说内地人 连香港人都要走 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盈光幕 建筑业就万二个 航空业 即是Fight Tandon 空姐 地勤 6300个 接着这两个 其实大家最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命在手上 一个是小巴司机 一个是客货车司机 客货车司机 会无龙 那就麻烦了 我相信 建筑业其实都害怕 为什么呢 真是不知你怎样打钢筋 大佬 对吗 不知你的钢筋 不知你的水泥 怎么办 现在还可以用内地的建筑工程师 对吗 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反而你说航空业的 不要紧 最多受瓦器 稍后可能连机司也换 内地人也不奇怪 过去一个星期 这个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继续下跌 再跌0.04% 大家看到那两只鸭很大 你看到 你真的船多小 船这么小 这只鸭这么大 这个当然要和大家报告 那我们香港的官员 就说 喂 就是 股市反弹了 行了 我还记得 好像三四月的时候 我们的NPF 好回了 已经是 摆脱颓势 大家自己看看 盈光幕 四月份 升了 就是四月份 负数0.7之后 五月份 还跌 大跌2.9% 令到 总强积金的 总规模 跌破了11,000亿 这是港资 这是港资 不是美金 宏理还好 因为宏理有 日股和欧美的股票 但是有些读者就说 我转了 做日本的股票 不怕 没有意思 最后你都是 整个基金玩完 没有意思 我可以回答你 最后你都是 整个强积金玩完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会投资 在明日大嶼和北部都会区 一定的 你看回内地的 养老金之类的 那些 就是法例 他一定会投资 在明日大嶼那些 所以没有意思 无论你的 强积金赚到多少钱都好 总而言之 你不能够拿走的话 最后一样归零 只不过特意给大家看看 之前三月份的时候 不是说很厉害的 升了 你看看四月已经开始下跌 五月更下跌得厉害 2.9 大家想想 六月份 人仔感下跌 会不会可以好 是不会的 这个强积金 基本上你当 你当撇了仗就可以了 其实 他再之后 这样的报告 都不会有好消息回来 浪费你时间 没得咬 除非你可以拿回强积金 或者你可以不供 就像我们这样 失业没得供 如果不是的话 你最后都是归零的 我放下去美股 最后他一个麻烦 我帮你投资下去 明日大嶼 或者北部都会区 结果就是得了 最后的结果 没有第二个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即是国内那些 你看到的那些强积金 即是那些养老金 现在很多迷年 就是养老金都发不出 银行存款就没完 最后就是这样 即是香港炸到 一分一毫 他可以拿到的都拿完 接着香港就自由了 因为没了钱 没了钱就不搞了 结局必然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用说 我转了什么 没有意思 你转了什么 将来就是给他拿走 所以当然我们都要这样报导 你想想想 之前 ukil literally 有12,000 unpacked 这个如今的现金 很快 即是今年年底来说 分分钟跌穿 100,000 也有份 如果人民币这样升值 因为他买了很多内地的内房 之前批准了 之前批准了 所以没得搞 大家自己小心点 下个月美国才加息 所以今个月就不动 你问余偉文 这些是多余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条件不加 你根本没有条件不加 如果今年美国再加两次息 你今年的楼市是没办法好 你不加也不好 何况你加 香港的银行结余应该会零 零的机会超过九成以上 联储局说了 今年再加息半厘 应该7月加四分一 正常来说是九月左右 加四分一 今年就加完 我们说回一些 楼宇的成交个案 沙田的翠华 银行锁盘还要砍 还要砍 银行锁盘还要砍 375万两房 也算低 以前这些是多少 如果正常 不过它是银行锁盘 即是已经被银行收了房子 这些 半身盘 大围这些 这些比较誇张 3年半虧 虧43% 这么夸张 2千万差不多虧1千万 这么夸张 近一年 所有大围的半身盘 这个汇桥 都蝕让 另外 有些公务员的录表 其实公务员有没有关系呢 录表 应该没有关系 因为录表就录表 录表 公务员应该没有再有优惠 108万买这个山景村 估计它借尽九成半 那没有什么问题 108万 哦 108万 首期就是5万多 即是5%首期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呢 亏了九十多万 不会死 这些银码就对 当然 香港还有很多 我见到这些年轻人 就等于见到我自己年轻 真的 差不多了 我买太子的时候 跟他年纪差不多 都是很接近三十岁 当时买太子的时候 都不是没有想过 楼价会下跌 但是呢 当时都敢同自己说 遇到楼价跌 自住不怕 当时在香港 大家如果 可以留下言 即是说当时 如果都是九七买了楼 即是领了东西 大家都可以留下言 当时呢 香港是很流行这句说话 自住不怕 炒就不好了 你问我的经验 这句是废话 这句是废话 即是当你的楼价跌了一半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要用你的青春去抵上 大家明白吗 你想想一件事 我买贵了 即是随便说 譬如说你百多万 你想想最低那层楼 曾经跌过八十万 八十多万 不够九十万 我九十万和八五万买 相差很远 大佬 我的人生是完全不同 是完全不同 即是当时说这些 即是你现在看回来 是废话来的 什么自住不怕 怎会不怕 而就是吗 像他们说你要公传 有益我的利息 是吧 不同的 当时我们买了 是非公传 но균 当时是 imaging 在那些我们买了 siete楼 P会买了五利多 当时nenproduces很高 只有七 avant 所以问题就是 设计 也设计 年轻人很年轻就是这样的 他们従ati 说对 VI 不是说 樓價跌自住 800萬買屯門、新盤、三房 800萬 NOFO 現在在元朗上是很有名的 800萬 四成的 即是借六成 400多萬 差不多是五個 你想想五個 也算是值得 如果樓價跌到600萬 你就要用你一生的時間去還 當然 他也聽不到我說什麼 但回想回我們當年的時候 如果時間可以 時光可以倒樓 我告訴你 如果時間可以倒樓 有兩件事我不會做 第一 我不會買這層樓 第二 我不會買港股 如果時間可以倒樓 即是可以倒樓 浪費我的時間 浪費我的青春 浪費我的時間 但當然 已經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好 這個 賣了一個 告白廣告 便沒有了 那 就說內地生 有 內地生來香港 再搶 再搶過 這個 住宅 搶著要租 近 學校的樓盤 就是這樣 你看到出了一個廣告 接著便沒有了 就說有一個內地生 給了二十萬的租 租了將軍澳兩房 是這麼多 一個 之前很多這些新聞 你看到現在一個 再賣都沒得買了 今天是星期四的新聞 陳啟宗 他又聰明 很多時候 我們之前就聽這些 小朋友不懂 二十八九的時候 小朋友不懂 聽這些人說 自住沒有問題 結果便搶了十年 是的 我們是由九七年買了之後搶 搶到什麼時候呢 搶到二零一零年 樓價才升上去一百萬 還是低過我買的那個價 八百 即是浪費了自己十幾年的時間 就是聽了這些七頭說 哦 三年之後 駐紮市場會好轉 你憑什麼說 你有個理由 是吧 息口上升 對樓價影響沒有 所以大家 聽人說話 要知道理由 為什麼他說這件事 沒有理由 我覺得 是吧 我覺得你的屁股會脫出來 會不會呢 不會的 是吧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很多人還說 我很有信心 我說過很多次 我說 你入場之前 都很有信心 一百個有信心的人 一百個 最後不是輸淨著底褲出來 是吧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事情 即是所有事情 都要由數據去告訴你 由數據 由過往的歷史經驗 買貴 你問我的 即是我的人生經驗 就是買貴 就是買錯 其實是這麼簡單 買貴 就是買錯 沒有第二個 沒有第二個解釋就是買錯 現在的簡約公屋 不是公屋 是簡約公屋 就要招標 招標找那些承建商 即公私營合作 首先是有一個參建這個居屋 叫做 樂建居 叫做樂建居 它也有很多單位 東涌有1600個 柴灣的 我連柴灣這條長文道 我沒有聽過 700個 坦白說 我估計 地方應該是相當之格涉 我估計 柴灣我不知道 但是東涌這個位置 應該是相當格涉 都是市價的65折出售 亦都不幫發展商包底 即是說 價錢這麼多 你將來用多了 你自己自己 自己搞定 最低的實用面積 是26平方米 即是260呎左右 即是不太準確 每項目中 最少有七成的單位面積 是不可以小過 34.8平方米 簡單說一句 實用面積最低就是260呎 而最少有七成的單位 實用面積是不可以小過348呎 大概就是這樣 東涌這邊 讓大家看看地盤 會建1,600個 他這個 之前那個叫諾建居 就說這個居屋 但他亦有說是供應房屋 我相信居屋也是供應房屋的一種 2028年落成 東涌有一個東涌站 東涌站 就是2029年落成 當然 這個第一個一定參與的 當然是新世界 支持政府 新世界會積極研究 參與這個公私營的 公營房屋計劃 這個諾建居 當你看到政府將那些居屋 將那些居屋的單位租租出去 而恆常化出售的話 即是說香港的地產市場是很差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以前是很少的 即是說租租回收的單位 就恆常化 訂購出來賣 這些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記得以前那些 蝶翠園 清庫園 啟鑽園 這些 當時來說 是很貴的 很貴的 即是差不多2019年那些 是很貴的 但是大家看到現在 即是有些租租之後 接著就退回政府了 租不起或者成功不到之餘之類的 就恆常化拿出來賣 現在很多 即是如果面積小一點的話 百兩萬都能上車 所以我老早已經說 大家不用心急 將來大把有便盤 美不美 我不知道 將來香港的便盤 一定大把 絕對不需要心急 好 這個順帶一提 這個梁承運 之前就被這個 即是中方 就打了他 說他做這個間諜 原來他是 即是他是香港人 原來是 香港人來的 是屯門順豐圍的原居民 已經在美國定居了30年 原來他 每兩三年 就回家 說什麼呢 你看他的款式一定是兩個 第一 我和中國 很熟 第二 和美國也很熟 那你做什麼呢 來土丁 大家都看到 移居美國已經30年了 兩三年回來 原來他還是原居民 所以他建丁屋 就不需要證明在香港 那你說 香港現在的丁屋政策 都挺荒謬的 真的 一個已經是長住在英國 30年的人 他只需要兩至三年回來 回來 他仍然可以建丁屋 連證明都不需要 我覺得 一件事 就是他拋 即是 很多時候他拋你的高官 即是說我和內地哪個好熟 我和內地哪個好熟 那你們就不敢動他 不出奇 現在很多這些例子 即是你想想一件事 多離奇 大哥 一個已經 即是住在英 住在美國30年的人 居然可以定期回來香港 建丁屋 那你說誇不誇張 即是離譜 荒謬到極 這些是 好了 那我們就說回這個 輸入外勞 即是有讀者問 為何要用外勞 不是我說的 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用中國勞工 為什麼呢 因為擺明那些就是中國 但他既然用外勞 我就用外勞 好了 即是大家看到 在這個立法會裏面 那些勞方代表 勞方即是工人 資方即是老闆 那些工人的代表就說 僱主如果知道有option 即是說我可以用內地人的話 那麼本地工人的薪酬待遇 就不會改善 這是正常的 這個是正常的 那當然 即是你不知道那些 即是他們現在的工人 是要多少錢一個月的 那分分鐘呢 就用你特區政府的錢 來補貼也不出奇 總而言之一件事就說 他現在是來搶你飯碗的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那孫玉涵怎麼說呢 他說 本地會做事 肯認證的 僱主就應該請 應該請而已 那如果你是僱主呢 如果手掌眼見功夫 你就會請我便宜的 好了 但是問題 他現在是否讓你自由地去做呢 我覺得不是 即是共產黨做事就是你請他 估計就是這樣 好了 但是問題 請下可能很大問題 第一 不懂廣東話 即是我剛才看過一個剪頭髮的 客人說偷薄一點 那你剪到辣椎也可以 是吧 他是不敢請你 為什麼 因為他請了你 那些客人是全部被你趕走了 第二 如果你做事應那些 喂 你真的不知道客人說什麼 很多時候 那他又是不敢請你 好了 那小巴司機他敢不敢請你呢 他更加不敢請你 喂 如果你輛車有事的時候 我會混蛋 大家明白嗎 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今早來晚上走 你有事第二天 這個人不見了 那僱主要負責 那需要不需要公強積金嗎 我想問一下 需要不需要公強積金嗎 需要不需要買保險嗎 嗯 要的 對嗎 這個問題就是 你這樣去輸入外勞 是對no party有好處的 對沒有一個party有好處 個個都沒有好處 我又要搞這個強積金 正常吧 對不對 好了 我又要幫他買保險 特別是地盤工人 這個空姐 小巴司機那些 那我用不需要跟你做體檢嗎 需要不需要幫你做體檢嗎 對嗎 那需要不需要試一下你的手車 可以嗎 那你開完之後 開著盤軚我就會混蛋 是不是 我是硬了軚 真的 所以問題就是 你這樣做 僱主是很難搞的 還有一件事 晚上你回去 明天你不來呢 那我怎樣 那如果你開車撞傷人 我去哪裡找你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怎樣解決呢 你都回到內地了 是嗎 所以問題是沒有得搞的 沒有人敢輸入外勞的 大家明白嗎 沒有人敢輸入外勞 正常就是 他拿商情證 下來香港 搞招聘會 他拿商情證 你自己找到地方住 如果不是僱主提供一個宿舍給他 住宿那些你跟他搞 他有個商情證是在香港的 這樣的話 政府還可以批出來 他可以工作 可以工作 等於香港人去外地一樣 這樣是正常 而不會說 早上來 晚上車回去 那怎樣做 沒得做 是不是 問題在這裏 那變成全部人死光了 每個人都死光了 即是連僱主都死光了 那如果像阿摩那些 發生工業以外 那僱主什麼 我想找一個僱員都找不到 因為他走了 他回到內地了 我不知道 內地回去了 哦 不知道回去了鄉下找不到 這樣 那你豈不是混蛋 這個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就不重複了 所以問題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開始說的政治問題 如果他這樣做得到 即是打到你 最後一定要做這個禁制令 即是說 你可以看到 他的計劃下來香港的人 是不會少的 是十幾萬以上 第一 是搞死了香港的政治環境 第二件事是搞不到的 大家看看一件事 右手邊這個 哇 大哥我剪法 你剪到那個客人 那樣就糟了 如果電法的 我怎麼知道你搞什麼 你又不知道他講什麼 他又不知道你講什麼 即是大家知道那些是阿太的 對不對 即是孫玉涵 居然還說 不影響本地低技術勞工 怎麼為之低技術 撿豬屎 對不對 喂 很多技術都不高 那斬豬肉算不算是低技術 洗冷氣的學徒算不算是低技術 對不對 那些就是 送貨和文員那些 是不是低技術 那你這樣立法的話 還哪有得教 還有一件事最差是什麼 最差是英語水平 大家知道廣東話很多時候都有什麼 有英文 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告訴你 好了 他說明就是規定兩年 沒有人知道的 誰知道 他突然改規定三年都可以 對不對 那麼這個會不會有那個 就是身份證等等 你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會不會有 那麼簡單說 就是你相信中介 你相信中介 即是如果大家是僱主的 我想問一下 你在這麼多移民之下 你不是怕沒有人 沒有人做事是一個問題 但是趕客又是第二個問題 沒有人做事不等於他不會趕客 即是如果你趕客 我寧願不請你 因為那個客人還知道我做得好 你找回我 你知是內地那些 你的僱主一罵他又怎樣 影你想擺上小紅書 其實現在的僱主都害怕了你的 哦你黑薄啊這樣 在國內他們不敢說的 國內那些真的是兜巴打他 香港那些我是內地人 我有特殊身份 你黑薄我拍你的照 拍你的招牌 然後放你上小紅書 是吧 說小句多謝 我都當你偷薑 那你說香港那些僱主 特別是小半經營的 夠不夠膽 請你 那如果不夠膽請 那怎樣呢 逼你請 如果不你便沒有人 那我要請我可不可以自己去請 不行 你只能夠 用我提供給你的人 我未見過人請勞工是這樣的請法 他用外勞的不是我用的 他自己用外勞這個字不是我用的 這26個職位 你先聽著吧 包括售貨員 適應 接待員 我不是想取笑他們 而是說這些技術含量是比較低的 當然他們有自己的專業操手 但技術含量比較低 收銀 敢讓你收銀 你的手腳這麼乾淨 對嗎 怎樣讓你收銀 接待員 是吧 動一些是扶你阿摩的大混蛋 那客人 是吧 誰敢讓你做接待員 問員可能好些 電話接線生 隨時都會有些 混蛋 這樣便是混蛋 是不是 駕駛員更害怕 發營師更害怕被剪到人家 送貨員好些 都怕你的態度差 石工初級廚師更加死 放鼻涕下去便是混蛋 你敢不敢請 我選一下行不行 不行 你用它 沒得搞的 沒得搞的 怎麼做呢 沒得做的 大家看到 孫玉涵在下面便說 我們嚴格把關 你怎樣把關 你下去做 你怎樣把關 你把你的薪金而已 不影響本地低技術勞工就業 我剛才提出的問題 很坦白說 你答到我便說你厲害了 你在內地下來剪發那個 你敢告訴我他會剪發 你是不是考過他會剪發呢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有很多不同的Youtuber都提出 喂 香港 N那麼多考牌 特別是客貨車司機 你現在駕駛了一年車便下來了 那撞死人又怎樣 不行啊 他晚上要回上去 然後不回來了 那車專門便打電話 那我需要幫你買保險嗎 那有什麼事又怎樣 這些事情很多未來清 大家明不明白 匆匆忙忙 便通過法例 又沒有問勞僱會 又沒有問職工盟 又沒有問職工盟 職工盟是不是沒有了 最少工聯在香港這麼久都知道 什麼都沒有問 照去 照做 你自己看看 駕駛完 是不是跟保險有關啊 大哥 對不對 送貨那些 那如果被樓上跌到花盆 打死了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買保險 對不對 這些事情全部沒有釐清 沒有法規沒有性 去咯 我怎麼敢請啊 大哥 有什麼問題 你不是香港人 我可以死的 不是你死的 是僱主死的 大家明不明白 他這樣說 你這樣聽 他就說 在三個月裡面 完成處理 該計劃下 通過因別的申請 你怎樣因別 你找什麼去因別 這些事情不是勞工署去因別 是僱主請人 不是勞工署請人 大佬 勞工署是什麼 勞工署是一個中間的角色 你要去到給他因選 你有沒有 現在他幫你做 你自己申請就行了 其實沒得做 不包括在補充勞工計劃的 有很多的職業裡面 大家自己看 整廠工 發營師 剪裁工 財床 香港還有財床嗎 清拆工 渠務 執漏 洗衣工人 那些之餘之類的 銀行櫃桌 大哥 怎麼敢請你 你做銀行櫃櫃 你計算數 出錯錢 那怎麼辦 死人 這些全部都沒有想過 你是給僱主去選人 不是你去選 簡單說 我問你五句話 我就知道你適不適合 或者是金融的 我問你幾句我就知道 你知道嗎 你是勞工處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但你也不是那一行 對嗎 那就是這麼簡單 很簡單 我們的理論 我們都不是理論 一般日常生活化的東西 這個是最無恥的 孫玉咸被這個勞工 即是被這個 他叫什麼 勞僱會 質疑他 喂 你都沒有諮詢過 好了 他說不是 我們沒有擾過你 原來他怎麼說沒有擾過你呢 就是說 一向都是行會批的 行會批了 然後再跟你諮詢 那行會都批了 諮詢就做什麼 即是他的意思簡單一句 就是一向我們都不用問過你的 是行會批的 行會批了 你是什麼 你只是執行的 所以我一向都沒有擾過你 因為向來都擾過你的屁股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說廢話 說 雇主要先本地招聘 這樣說而已 這個 正常應該是誰提出 怎麼做 應該是業界做的 搞一些大型的招聘會 讓內地的人下來 好了 如果請了他 有雇主請了 那怎麼辦 發這個雙程證 當然沒有那些犯罪紀錄 然後雇主 你應該要根據法例 即是提供住 吃那些 你自己搞定 即是如果他本身找到 找到地方住 那就算了 對不對 如果不是你要提供宿舍 之餘之類 那些 是什麼 是由雇主去選擇的 不是你勞工住 批給他 現在你批給他 哦 不要緊 在香港 他未考到牌 不要緊一年都可以 香港不是一年 大哥 對不對 剛才提出這麼多問題 保險 資歷 怎樣解決 對不對 即是僱主 我敢不敢請一個 即是你夠不夠膽請一個 在內地的廚師 不是說內地差 是我完全不認識他 如果你是送貨員的 你夠不夠膽跟他買保險 這個內地人 哇 那間保險公司 蛤 是內地人來的 哇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一年 他一年駕車經驗 大哥 那我怎樣跟他買保險 要不需要公共積金 出糧出給誰 有沒有花紅 怎樣計 出人民幣 還是出港幣 全部未釐清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他共產黨就是這樣 做 一拍腦袋做 接著後面問題一大堆 不關我的事 這些是你的問題 那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這個 今早上的東方 我今次是贊成東方說的 闖絕保供應 下個月就可以申請了 所以為何要立即打你的完榮光 就是這樣 最多兩萬個 不是損害本地工 是大家都沒有好處 你明白嗎 是中介才有好處 大家看看下面這些紮鐵很危險 大家知不知道 我爸爸以前做過地盤 他說其實地盤是很多陷阱 不是辛苦那麼簡單 地盤是很多陷阱 我爸爸以前六幾年的那些 不要說 你現在真的要驗過身體 你有什麼問題 一暈倒就大了 可能中暑 你這些事情都沒有釐清 那你就說什麼補助 搞招聘會 你們申請 你看 准許外勞 即日反內地居住 哪裡有得玩 是沒得玩的 大家明白嗎 你看到一件事情 第一 准許不是准許 是外勞 一定要那晚回去 你看看最後那一段 很多業界是擔心駕駛習慣問題 那黃偉倫怎麼回答呢 他說經輸入的司機 是要先在內地考取小巴或巴士排照一年 這樣就糟了 是吧 香港好像是三年 你不是開私家車 你是開小巴和巴士 另外還有 來到香港之後 需要接受十多小時的訓練和職前培訓 這樣就糟了 十多小時 那怎麼辦呢 香港地方又迫 灣位又多 內地起碼都鬆動一點 即是你根本上他有危險 那些市民又乘搭那輛巴士有危險 那些乘客 即是我們在街上走的人有危險 僱主有危險 那我幫不幫你買保險 買了保險 如果你遇到人 那你回到內地 那我怎麼辦 那個僱主都背光了 對吧 所以沒得搞的 我們都說了 即是香港勞工市場 薪金很快會下降 當你的供應大量的時候 香港很小而已 特別是這一類工種 這一類工種 坦白說一句 你不是十多萬 對嗎 他現在為什麼要派內地的人下來 為什麼內地的人要來 如果他有份工作他怎麼會來 他瘋了嗎 對不對 山長水遠走下來 我本身有份工作 他是沒有工作 那內地現在這麼多人沒有工作 你問他想不想下來 賺這個港幣 當然想 我現在內地沒有工作 大哥 誰還要蓋房子 所以為什麼你見到建築業 有萬幾個 內地根本沒有人蓋房子 你接下來五年十年都沒有 駕駛什麼車 還駕駛什麼車 都沒有薪金 那些人就全部下來香港 所以怎麼會兩萬個 二十萬也不止 那你薪金就下降 那誰肥就是中介 那香港人怎麼就走投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看到我出Patreon 香港勞工市場薪金很快下降 肥了中介港人走投 大家看到工聯會 第一個 撲出來反撲的就是工聯會 工聯會 那些人 之前社運的時候 現在都是四個人 在一個正總門口 拉一個橫額 做示威請願 走也不讓你走 你說我攬狗牌 我帶這個珠圈 都不行 走也不讓你走 怕將來被內地人看到 對吧 這些就是撐政府下場 遲些是不會有工聯會 習主席旗下 即是習主席旗下 怎麼會讓你有工會 對吧 你不是兇過我嗎 還有找過何啟明去接 那些信 何啟明就是工聯會 自己找自己人去接信 真是神經 另外小巴商會 你想想一件事 小巴商會就正常了 不如這樣吧 我們自己上去扮司機招聘會 但是機管局怎麼說呢 協調業界向政府遞交申請 所以小巴商會就正常了 不用你勞煩你老人家 我們上去扮司機 起碼一件事 我都可以選擇司機 你聽他說話 大家放著 拿著師傅台 這些我也認識的 開一轉大家知道是龍蟻蛇 對不對 不是十個小時那些 搞定 大哥 不可以的 香港那些已經是亡命小巴 你現在找他那些 直接找命搏 真的連假髮都飛起來 也不出奇 不能搞的 大家想想 如果那些那麼狼死的 每個人坐完小巴 都是坐巴士坐頭位 那些款式就很大 另外我們說完這個 都說了很久 說了差不多20分鐘 說回一些 洗腳不抹腳的東西 這條西貢公路的議期 議員都在吵 3.5公里 用32億 大哥 香港那些 香港那些公路 真的挖開有金 3.5公里 居然用了32億 要怎樣呢 要斬2千棵樹 那這條公路有什麼 這麼厲害呢 要將它越搞越大 就是花錢越多越好 這個我剛剛就想說了 既然你特區政府 這麼多公務員是辭職的 那不如找一些內地人便可以 為什麼不行呢 3,095人 在過去那九個月 公務員是辭職的 4,815人說就說退休 很大部分是提早退休的 那找一些內地人來 坐在你的位置便可以 反正你也是跟內地做 那不如找內地人做便可以 是不是 為什麼要找香港人呢 內地連糧都不能出 找內地人做這個位置 你人工低一點他都可以做 又不用給你那麼多福利 大家看看 超過3千個公務員是辭職 這個我們剛才也說過了 坦白說一句 很多是提早退休的咬牆量 我們說過很多很多次 只有55個人合約期滿是離職的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很多次了 你香港現在剩下 以前流下來的公務員長逢制度 是不可以持久 你喜歡聽也好 不喜歡聽也好 你覺得公平也好 不公平也好 現在香港的儲備和錢是沒有辦法支持的 你說不是 之前答應了我沒有錢 什麼叫沒有錢呢 沒有錢怎麼給你 對不對 是不可以維持的 多餘 你說我不喜歡聽 你不喜歡可以不要聽 但是實際上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香港的情況 每一年差過一年 哪裏還有這麼多錢 給之前的公務員退休長逢 沒有可能的事 有些人拿了幾年 可能你不喜歡聽 你不喜歡聽就不要聽 對不對 客觀環境就是這樣 你看到葉劉 喂 又開首長職位 開五個 再開多五個首長職位 這些首長都不用說了 每年平均員工開支 總額是多少 一千五百萬 就是說這些首長每年是三百萬 一個月二十幾萬 葉劉 也算是這樣 他說你不要只是請退休警察 你根本就不應該請 現在就是共產黨有共產黨管 特區政府有特區政府 那李家超的是什麼 當然是用回自己以前退休的朋友 反正 就是不拿不拿 又是白不拿 所以你看到那些錢就是這樣 還要開多五個首長級 首長多羅羅 很多啊 大家看看 分別在公務員學院開設高級首席訓練主任 首席訓練主任 助理首席訓練主任 首席 那些人在公務員學院 這麼厲害 首席行政主任 以及在一般職系裡開設一個首席行政主任 全部都是什麼什麼首席 什麼什麼大代的那些 沒得搞的 即是香港是沒得救的 救不了的 你被這些人這樣搞 很快那些錢就全部消掉了 那些人 我們說回內地的消息 應該在今天 即是節目出街稍晚一點點 就會有內地終極的全方位刺激中國 各行各業包括金融、就業、地產、零售、賣地 全部貿易全部刺激了 重振內房、重振內需 即是告訴你 其實很差 那李強做了什麼呢 李強立刻閃 星期五提出 他現在代了李強的位置 國務院的總理 但當他提出之後 星期五提出 然後我星期日 走了 拜拜 我去德國 有沒有搞錯 那就是叫口號 不用說了 就是叫口號的形式 又去德國 德國 法國 馮德萊恩剛剛才來完 總理又來完 法國 馬克龍剛剛才來完 馬克龍帶上商業團隊 剛剛才來完見面 現在又去 兩個星期都沒有 喂 馬克龍欠你錢嗎 大哥 你想想一件事 基本上就是做給人看 甚至一件事 先躲一躲 兩三個星期 有什麼新的東西說 又去了 又出差了 為什麼 根本就沒有辦法 怕那些 他現在不是怕外媒 他直接怕國內的記者問他 那你的計劃怎麼行 我告訴你 十成有九都是叫口號的 看見真的沒有意思 你請這個人 根本完全不懂經濟 就是這七個小矮人 是完全不懂經濟和金融 真的不懂的 他真的不懂 不是假裝的 這個更離奇 這個國家統計局就說 哦 為什麼今年的基數回落 原因就是去年基數高 大哥你不要笑死人 去年中國已經是有這個動態清零 一向都有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的基數會高 有沒有搞錯啊 大哥 你最多說不低 但是不可以說高 你自己都沒有看日曆的 喂大哥 中國三年動態清零 雖然你說上半年的時候 沒有這麼誇張 但是都是有疫情的 怎麼可以說基數高呢 是吧 那是亂來的 我們看看內地大家都知道 去年結婚的人數跌破七百萬 中國有十四億人 一個百分之都怎樣 十四億 億四千四 連一個百分之都沒有 是零點幾個百分之 那你還不算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再結婚那些 不生的那些 離婚那些有沒有算 離婚那些沒有算 現在是不是不給離婚 我不知道 可能不給離婚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是創三十七年來的新低 這個數字是很有意思的 為何 三十七年前 跟著一路上升呢 因為三十七年前是甚麼 大家計一計 三十七年前是多少年 一九八六年 即是改革開放後 七年 為何會這麼低 那為何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前 根本沒有紀錄 是吧 為何會這麼低 因為改革開放的初期 根本上還是窮到窮的 誰生小孩 即是告訴你 現在 很多內地人 已經在想 中國是會走回去改革開放的時間 他自己說的 這不是我說的 這個表演給大家看 現在很簡單 今天出來的消息 更加惡化過之前 這個我們已經說過 中國每年的大學畢業生 是一千萬人 每年有一千萬個大學畢業生 出來找工作 如果有五千四百萬個青年失業 即是說過去五年 所有大學畢業生 都找不到工作 那你說誇不誇張 大家看到 這個呢 即是我結束的時候 我結束的時候 還未去到很嚴重 好了 但是呢 到今天早上 內地青年失業率 已經去到二十點八個巴仙 又比了幾個巴仙 我們之前都說 你用十六至二十四歲 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呢 因為十六至二十一歲 基本上你應該在讀書 如果你只是說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歲 我相信失業的人數 是百分之四十或以上 那你怎麼搞呢 你不能搞的 你不能搞的 所以你能看到 有一部分的 是不夠生育 有一部分的 根本連書都讀不起 你明白嗎 有些連書都讀不起 就是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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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內地和香港一樣 很快都是殺效的 已經是在殺效的 已經是在殺效的 這個大家可以定住來看 這些太多了 這些太多這些新聞了 以前十年時間裏面 中國公營辦的幼稚園 就是由報名都涉不到進去 到現在的根本上沒有人讀 就是你想想習主席幾英名神武 另外這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今年 特別是當中國一由疫情 就是撤除之後 大量的什麼 那些年青走出去 就是富二代 紅二代 紅三代 拿過的錢 拿著那些錢 立刻就走出去 日本 韓國那些 就是把那些錢就轉走了 那麼中國今年 有1.35萬個富豪出走 這些還不是頂級的應該 因為頂級那些 你是連記錄都沒有的 香港流失多少個呢 香港流失一千個 一千個呢 我沒有看裡面的新聞是什麼 我估計那些呢 是以五六千萬身家開始計 現在你說香港有一千萬的 你都不算是富豪的了 至少都要五六千萬以上的 在香港來說 才可以叫得上 其實正常應該過億的 因為香港其實很多 一個單位都過千萬 如果一億呢 已經流失了一千億了 因為它一定賣樓走 國內的更加不止 最受歡迎移居地 原來不是新加坡 而是澳洲 是澳洲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是 中共的勢力 比較可以去到的地方 新加坡還很難說 還有一件事 新加坡始終比較小 大家都可以定住這個畫面 你看看 吸引最多高淨值人士流入的經濟體 就是澳洲 大約有五千二百人 另外吸引最多流入的就是阿聯酋 接著是新加坡排第三 美國當然是排第四 中國那些怎麼敢去 被人充公不就麻煩 高淨值人士擁有可投資 又不是 擁有可投資不包括自住 以一百萬美金為標準 即是你預算 八百萬港幣 如果八百萬港幣 加上自住物業 即是差不多 幾千萬左右 大家自己計算 流走的銀碼是相當大 這個大家也會在報紙上 在媒體上看到 十大亞洲 逆後最受歡迎的地方 當然是東京 香港其實我相信 只不過是因為內地人來得多 你只是計算人數 計算人數 我也不敢說數字是對的 但是真正 花錢那些是鬼佬 真正的花錢是甚麼 美國人 英國人 歐洲人 日本人 等等 你真的來香港那些人 對呀 你人多 但每個人都窮遊 現在連窮遊那些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要反擊很多香港內地的官員 全球好像雷鼎明那些 全球經濟也是差的 樓價也是下跌的 你不見人家下跌 新盤同價單位減100呎 即是說如果同價的話 可以 可以 不過小了 即是貴了 所以不要說 香港經濟差 因為全球差 不是 你看到的 東京 別人的樓價兩年破頂 對嗎 最尾 英國 4月份的GDP 居然 升到0.2% 大家不要太 看低英國 因為 英國很多投資在歐洲 現在美國 很多單位都下跌到歐洲 現在歐洲 是美國最大的出口國 英國很多投資在歐洲 因為之前是歐盟的 所以 英國4月份的GDP 都升到0.2% 即是說 英國的經濟 雖然是比較弱 但是 不至於非常弱 但是 香港和中國 就真的很弱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鑽石狗組合 256萬 即是156% 我們 我們的網誌 美股YouTube投資筆記 6月份的收費版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我們接下來會說 還有欺慎的下集 風盛生活 331 物館股 接下來會說 Carlesburg 和顯學石油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也可以 好了 今天已經是星期五 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記住 看我們的一周股市大事 先放周末好不好 拜拜 拜拜